第四届中文故事大赛 圆满收官 该大赛由童乐学子自主创办 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五度春秋 从活动策划 宣传海报 报名表设计 现场流程 互动环节 到评分评奖 全部出自童乐学子之手 这是疫情后 首次线下活动 吸引众多小朋友参加 台上选手 有的风趣幽默 搞怪可爱 天马行空 生情并茂 台下观众 时而沉醉其中 笑声阵阵 时而掌声雷动 有个彩 也有鼓励 本届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刘一芝 二等奖 汪雅琪 陈运琪 欧阳语言 酸等奖 蒋子明 天天 徐君泽 每一位参赛选手都很棒 优秀奖属于本届所有参赛选手 通过策划中文大赛 组委会的同乐学子 不但把中文学以致用 而且体会到服务社区的成就感 还培养了做人做事的责任感 更重要的是锻炼了组织策划的领导力 小朋友和家长们纷纷表示 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活动 下届故事大赛 你期待吗 不论是组织或者参赛 都欢迎你一展身手 更多活动 欢迎关注同乐中文